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我们非常清楚 现在全球不光是股票市场 在很多的行业 都已经不是景气的问题了 是面临到一个信心的问题 这个冠状病毒到底它会延续多久 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主要还是在信心层面上面 所以我想今天大盘跌344点 如果是以过去记录来看 其实今天并没有很差 以台股而言 这个恐慌情绪 我们可以从涨停跟跌停的加速当中 一窥端倪 今天虽然跌344点 可是54加跌停 25加涨停 涨跌停加速的差距 坦白讲并没有很大 并没有很大 投资的问题在这里 今天再度跌破9000点 8900也跌破 那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 这一次冲击股市的最大因素是疫情 不是基本面 也绝对不会所谓的技术面 因为如果技术面 在这里有效的话 融资以为不会杀了剩900亿 信心面完全不够 很多人都是到上礼拜 到最后才杀到9000点附近 有人礼拜四砍掉 好一点的礼拜三砍掉 礼拜四见低点 礼拜五大涨 你觉得不甘心 那今天跌下来 你可能卖掉的人 可能心里面就觉得 好险我卖对了 所以今天这个盘式 很多投资人 有些投资人会讲 上礼拜五我也有卖 不管是卖到9200 9100 还是9000 今天盘中最低来到8700 有的手势朋友会问 那我上礼拜有卖 今天大盘又跌344点了 明天我可不可以买 好像有一点点价差了 在这里是不是底部 另外一个 糟糕今天又破9000点了 那我手中还有股票 还有股票 上礼拜 礼拜五大涨 我说还好我没有卖 那今天又跌下来了 我不知道现在卖 来不来得及 会不会再破下去 八千七八千六八千五八千四 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其实 没有答案 完全没有答案 第一个 你手中现在满手现金的 你要买什么标的 你想买 你想抢短 你说 我想抢国安基金护盘的 可以啊 2330台积电 今天再下来 你如果开盘买 257 收盘赔两块钱 对不对 当然你不用做那么短 不用看这么短 礼拜五大涨 礼拜五大涨 你看126家 200多家涨停板 200多家涨停板 礼拜五那天 大家都在讲 国安基金啊 进场护盘啊 有的人说 糟糕 今天反弹没抢 明天会怎么走 那些人今天一定想 还好我礼拜五没有抢反弹 没有追到最高点 那这边呢 你礼拜五没有卖的 今天你还是面临这个问题啊 我手中还有股票啊 现在变成礼拜五我没有卖 那礼拜一今天又跌下来 我要怎么样收回现金 能够让我的现金更多 所以投资人问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你不能看这个现象 今天涨 你说啊 后悔我没有去抢 那今天跌 哎呀糟糕 我昨天没有卖 你应该想的就是一个 现在就是疫情在冲击 所以基本面 跟技术面 都没有用 你一直去买的那些人 坦白来讲 赚不到钱 而且还受到伤害 来 我相信这样讲 各位 你一定能够接受 为什么 你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欧洲啊 欧洲从当时 你看到这个 比较深色的 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 德国 这都是确诊人数怎么样 至少是 一千中以上的 那意大利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颜色越深的 颜色越深的 重的越多 颜色浅的 但是也好不上哪里去 对不对 整个欧洲 新冠肺炎疫情地图 就是 在红色恐惧当中 那美国人 更好玩 两个礼拜之前 不要说川普没事了 很多美国人 根本连新冠肺炎 是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 直接给你封州 加州 封州 纽约 封州 确诊 成几何胜的暴身 确诊案例 这也是一样 你看 越红的 越糟糕 加州 华盛顿州 糟糕 东边的 Virgini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对不对 New Jersey 这边 这最深的 你看见没有 New York 纽约州 这里你看见没有 颜色最深 这两个州 纽约 纽泽西 丁老师在纽泽西 住八年 我很清楚 美国人的状况 乘几何时 美国人会抢 货架清空 现在纽约 纽泽西 除了宵禁之外 现在是连公园都不能去 你到公园去 你遇到那个警察巡逻 直接给你罚钱 公园都关闭 那个商店更不用讲了 什么星巴克 想都不要想 全部关闭 美国 你能够想象吗 所以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我觉得大家要去舍弃 那种基本面的迷思 你现在要想的是 如果万一我手中 还有一堆股票 我现在怎么办 每个都想抢反弹 我也想抢反弹 到最后 大家还是要来做多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为什么我现在不抢 不抢 因为很简单一点 第一个 我不知道现在疫情 会影响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 我如果带你抢 我不晓得你 你的现金状况怎么样 所以我刚刚讲 有些问题是无解的 你必须要等疫情稳定之后 你什么时候看过 道琼跌3000点 巴菲特活了89年 看到第一次 又看第二次 又看三次 连看了三四次的垄断 道琼跌1000 2000到3000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疫情趋缓之前 我觉得 或是解药 有出现之前 欧美行情不会直稳 国安基金召开会议 礼拜四那一天 有没有 是不是很恐慌 对 那礼拜五 为什么反弹 市场认为 国安基金终于讲话了 可是我跟各位讲过 国安基金进场 第一个 你必须要政策配合力 第一个信心喊话 第二个政策利多配合 第三个怎么样 四大基金宣示喊话进场 第四个怎么样 中间夹杂公司实施 客户藏股 到最后国安基金进场点火 国安基金一定排到最后面的 你来看观众朋友 你看中间这里 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 依规定国安进场 有一定的条件 国安基金过去一进场 原本下跌的股市就会上涨 那进场一两周之后 就可拉上来 可是你不要忘 你看这杯球 过去国安基金六次进场 互盘六次 还是有一次亏损 虽然比例很高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买的股票 是不是国安基金买的股票 第二个 当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撑到股市上来 你现在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 你往下接只是接刀子 当股票越跌越深的时候 你不会买到最低点 上来反弹 等解套很困难 各位 你想想看 我讲有没有道理 100块的股票 当它跌到70块钱 你不处理的时候 再跌到50 你手中只有股票 没有现金 当50块钱 你要到100块解套的时候 这档股票必须要涨一倍 可是你没有足够现金加码 困不困难 当然困难 可是当它跌到70块钱的时候 你收回70块钱的现金 当它跌到50块钱的时候 你50块钱进场 第一个你可以买更多张 对不对 第二个你可以买同样的张数 但是保持更多的现金 你手中有现金 跌到50 你买一样买回来 你还多20块钱的现金 反弹上去 你可以加码 用那20块钱加码 我们刚刚提到重点了 你手中有什么股票 我现在问各位 来 这些股票 很多啦 很多啦 写不完啦 这些股票 合理的价位是什么 那你投资人有 这些股票的 你怎么让你的现金更多 我现在问各位这一点 光这个议题就好了 今天买15900张宣布 买15900张的库藏股 联发科 这个是国安基金 互盘的标的 没有问题啦 可是我跟你讲啦 国安基金不会在 红的时候买啦 不会啦 不会啦 这是公司实施库藏股 那说老师实施库藏股 真的有效吗 来 这张股票也是实施库藏股啊 威钢 3260威钢 为什么今天跌停 今天跌要38块1 我光讲在这里 3月17号跟你讲 高点还有53块 今天跌要38块钱 为什么 法人也在停损嘛 投信也在卖嘛 你怎么让你的现金更多 你10张威钢卖掉 你那时候拿回53块钱 你现在就算你今天跌停板 你去买38块钱 你每一股都可以多13块出来 我们再讲一次 你要怎么让你的现金更多 对不对 你已经追高了 没有关系 有些动作 你现在一定要做嘛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 投资属性 你必须要搞清楚 你的投资分析表 你怎么样去分析 你的手中股票 跟你自己投资的属性 所以坦白 我跟各位讲 我很不愿意再说一次 我说现在我们是空手 空手不是说 我现在就幸灾乐祸 我现在空手是因为我在看到世卫组织 他宣布定义全球大流行的时候 3月11号那一天 WHO将新冠肺炎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的那一天 我说那算了 我在那天我必须要做处理 因为那个疫情还开始在往上走 欧洲美国 你有没有看见 你现在回头看到美国封城 有三个州直接封州 对不对 那你现在满手现金 如果你跟我客户一样 你虽然在之前会有些损失 一定都有损失 我不会言 我很老实跟各位也讲 可是别的头骨老师 不会告诉你说他有损失 而且赔得很惨 为什么 你先记得一点 你之前如果追高呢 你国际如果追在480的 你停损在400块钱 虽然国际现在跌到200多块钱 没有错 可是你每一次追高 你国际就赔80块 10当就是80万 就算现在国际跌到100多块钱 你还是赔80块钱 没有用 所以我讲 凡事就是你股票不能去追高 持股一定要集中 好 现在没有问题 我说你手中可能还有股票 的投资人 你把这个分析表拿回去 我们现在客户很简单 我说现在就是 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就等一个反弹的倍数行情 就这样子 我明明白白跟各位也讲 有时候过去我常跟各位谈 这重点来 这个疫情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怎么迎接下一波倍数行情 这个疫情主导 没有办法 那你手中是现金部位 你就有机会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的问题 我说我今天一并跟各位去做解答 我说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你要了解你自己现在的状况 就像我的客户 有任何问题 我也讲你们股票 如果真的你们自己有去 看其他老师的 或是你自己有其他会期的 你去买 或是你看LINE 看什么族群去买 那没有关系 那你有这个问题 你一通电话给我 丁老师 我义务帮你吗 我跟我客户这样讲 就算你有其他人的股票 你有其他人的会期 你有其他人的股票 不是我的股票 我也一样帮你 所以盘中我跟各位讲 我一则很闲 我一则又很忙 为什么 我现在根本没有要出手 第二个 我现在盘中忙的就是帮客户 甚至帮投资人 不是我的客户都可以 你们把这个投资分析表 拿回去之后 你的投资属性 你的投资倾向 你过去怎么样做的股票 都会让你 这个填好之后 你都会让你自己了解 所以未来我们等的 就是一个倍数大行情 那你现在不知道 怎么做的没有关系 把这个投资分析表 把它拿到手 电话你把它拨通 把它拿回去 丁老师义务帮你 我相信我讲义务 没有人会反对 对不对 我现在很空 很闲 我可以来帮你 没有问题 所以要赶快 好不好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把投资分析表 来电索取 对不对 丁老师一定会帮你 好不好 义务帮你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 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 在跳动 经过比较 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 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是股方向 我是曾军玉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来 所以投资人 你面对的问题就是 你看过去在这十年线 你买股票 你买股票 虽然这一次有跌破 可是你就在这边买 你到后来你看 你在这个位置买的人 就后来跌到3955了 你还是赚钱 对不对 所以十年线这个地方 我跟各位讲 它不是不能买 但重点是 你持股成本 还有你的现金有多少 所以我现在才跟各位讲 你如果满手现金 我直接跟各位讲 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 可是你手中如果有股票 你必须要了解 你的投资属性 你的状况 对不对 你手中现在有什么股票 这里面 对不对 我随便讲 来 这张股票立基 投资人很多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问 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大涨五倍 去年 今年1月16号的时候 我今年才讲1月16 我说它跌到168 还是不能碰 为什么 它在这里 它从这里涨上来的 那时候多少 168 172 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今天立基多少钱 4968 99块钱 来观众朋友 多少人套在这里 套在220 200 210 你200以上套到投资朋友 我在这里跟你讲说 你先走一趟好了 因为这个已经大涨 有多少头骨老师在这里追利基4968 对不对 来 我们再来看 像这个中美金 也是一样 很多人问 老师在这里 能不能接配5块钱现金 问得好 问得好 今天呢 4968 这个 中美金5483 跌到73块6 还会不会再跌 这跟你投资属性有关系 茂林 来 102块钱茂林 我说本益比37 7倍 我什么都不要讲 贵不贵 你自己衡量 37倍的本益比 预估本益比 你145追的 跌到130 我跟你讲 你自己要注意 跌到87 投资还有8千 还有9千多张 来 茂林 4935 今天红的81块钱 来 这个国具 你480 470买的 470买到国具 你400块卖掉 你赔70块 你不卖 赔更多 每一个人要的都是一个大机会 观众朋友 470买的人跌了52% 怎么办 你可以抢短 没有错 可是抢了 记得你要走 这你都可以看到了吗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重点在于 这些股票 合理的交易在哪里 还有 你怎么让你的现金更多 你这样子 你的现金多了 你底部进场 你要是一个真正的倍数行情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倍数行情 可是在那倍数行情来之前 你的现金怎么样让它变更多吗 所以我讲 我们现在空手 我们心情很轻松 但重要的是 我很乐观面对未来 你知道当一个人心情轻松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正面思考 所以我想现阶段问题就是 把你的问题 变成我的问题 我来帮你处理 因为现阶段 我们有的最多的盘中 就是时间 这些股票呢 能不能接 该怎么买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会每天买 所以我跟各位也讲 你说现在这种天天买 天天买的 还有很多老师 按照技术面 按照基本面天天买的 那个基本上来讲 损失 还在持续扩大 如果你有这种问题 或这种困扰 你不知道怎么掌握 未来倍数行情的 你把这个投资分析表带回去 甚至这些股票 未来 该怎么样 是合理的价位 或你有 怎么样让你的现金更多的 都会清清楚楚 所以丁老师 义务来帮你 我有时间 我愿意帮 没有问题 好不好 真正迎接的 我们像 我跟我的客户 未来我们迎接 就是这个倍数的行情 可是在这之前 不会做的 把分析表带回去 帮助你了解你自己的投资属性 好不好 有任何问题 丁老师团队愿意 无条件的帮你 希望大家在这里 都能够一起 度过这一次的危机 好不好 任何问题 不会做的 来 来点索取 把投资分析表 把它带回去 我相信对各位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